做梦也没想到 三个鸡蛋一碗面 不需要烤箱 家里有一个锅就能做出外皮金黄蓬松暄软的大面包 好看又好吃 做法比蒸馒头还简单 碗里倒入三个聪明的母鸡蛋 30克白糖 加入老婆喝剩的半瓶牛奶 搅拌均匀 倒入300克普通面粉 3克低糖的酵母 搅拌程序状 加一勺食用油 揉成面团用老公搓洗衣服的手法搓出手套膜 这一步是面包拉丝的关键 切分成三个小段 把每一段擀成面片 二分之一处涂抹一层豆沙 像这样切成小条 都说点红心是情分 不点红心是本分 有缘看到这个视频了 就帮忙点一个吧 让我也欠你个大人情 万分感谢 从上往下卷起来 放入刷了油的盆里 重点来了 醒发至体积明显变大 表面刷上一层蛋黄液 这是金黄的关键 水开即时蒸一小时 关火焖两分钟 毛线球大面包就做好了 彭松轩软笔买的还好吃 保存起来你也试试吧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 我的主页有更多不同的美食教程